大家好,我是乐哥 今天呢,种两棵港松 带土球的 我刚才把这个地方收拾好了 我准备呢 从现在开始,在今年之内 在这个地方种上 100棵港松的夏山庄 我这边挖的 这些港松呢,基本我都是带土球的 这一棵庄呢,也是在 前天的视频里面 给大家看过的 最后那一棵 这个庄呢,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 它这两条港啊,它是扭到一起的 像港松这种树呢 像这种扭在一起的树港呢 是比较少的 还有一个就是 我也顺带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我这边 挖砖的时候带土球的 我会先绑住绳子,再绑这个保鲜膜 首先呢,绑住绳子呢 是为了更好保护它这个土球 而且 我这边的这个砖呢,基本有一大部分 是卖掉的 为了这个,减少在长途运输 就是这个快递的过程中 扔来扔去的话打散了 那就麻烦了,这如果打散了 它就等于不带土球的 不带土球的,存活力和带土球的 它这个存活力呢,是相差很软了 大家收到货之后,就像我刚才这样 把这个保鲜膜拆了 里面这个绳子不用管它 找一个盆,比它大一圈的就可以了 种的时候也很简单 我还是推荐大家用核砂来种 底下呢,先放一层 然后呢,把你这个砖放进去 调整好角度 我这个稍微给它种斜一点点就算了 然后就把这边上 再用核砂给它填满就可以了 这个绳子 我建议大家收到货之后呢 是尽量是不要把它拆开 因为我这边,我自己种我也不拆 很多时候 如果你不小心把它拆开了 要是把这个土球搞散了 那这个砖就等于是裸根了 就没什么用 不是没什么用 就是成为率就会异很多了 很简单了 就这么种下去就可以了 砂土尽量就是盖过我们这个圆土球 盖过就可以了 盖深一点,浅一点 无所谓,因为感松它长根是比较慢的 就算你种了一年的那种树桩 换盆的话,有些它的根都不多 它这个根系没有其他那些树种发达 这一棵呢,这个造型就有比较好一点 就是悬崖的 也是很简单 这个绳子也不用弄它 很简单的,这种带土球的 我们也不用给它泡什么生根粉 就这样种好之后 把它摆到你想要放的地方 然后呢,给它烤一点水 只有两棵呢,就不用烤那么多了 两勺够了 有生根粉,多精灵这些的 就给它冲一点 然后给它来浇,淡冰跟水来浇 那我这边的这个多精灵呢 刚好用完了 买的那个货也没到 所以今天就不给它用这个多精灵了 改天到货了 再给它补浇就可以了 现在给它浇一点这个生根粉 这个生根粉就是我平时用的这个生根粉 在我橱窗里面有有卖的 还有给它放一点这个浓缩的营养液 这个营养液和那个肥不一样啊 它这个可以用在这个下山庄上面 适当给它加一点就可以了 可以出净它生根 就给它浇透 浇这个水的时候尽量多浇 浇透它 一定要浇透定根水 第一次很关键啊 这个枝叶呢 能减少的 尽量减少 不要留那么多枝叶 还有一个就是 有很多人会问到这个 要不要常磨套袋 现在这个天气呢 我还是建议大家常磨套袋的 但是如果是像这种带土球的 你就常不常呢 我个人觉得问题不大 如果是裸根的 我建议你还是常一下磨比较好 像我这个带土球的 我基本都不常 像这种带土球的 如果是你有一些养下山专经验的 这个基本成活率不说百分百 但是百分之九十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要是那种大哥 那种大神 说裸根都能百分百种活的那种呢 那你已经超出那个人类的范围了 这个就没什么好说了 而且你那么厉害 就没必要再来研究下山专了 是吧 反正在我的概念里面 不管是种什么树 种什么下山专都没有什么百分百的这种概念 肯定会有种死的 多多少少都会有 就这样种好 然后放到这种阴凉通风的地方 我这里就是上面有遮阳碗啊 一定要有遮阳的地方 你最好就是放在那种阴凉通风的 有闪射光的地方是比较好的 但是我这里是楼里没办法 只能是拉个遮阳碗 就是白天中午的话 尽量也给它浇浇水 杀杀水这些枝叶 今天呢就要种了两棵了 以后 我呢就准备在这个地方 今年之内给它种上100棵这个港专 如果有想要这些下山专的 想要买这些下山专的也可以给我 这个私信或者是留言的 我是乐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补充一句啊 这下山专 你放的地方啊 一定要有遮阳 不能是放在那种潜意晒的地方 如果白天的太阳照到了话 像这种下山专很容易回牙的啊